相信善良 笔者之前看了一部 仅有四分钟的微电影 非常感动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The Other Pair 另外一双 相信在网上 很快就会流传起来 四分钟里没有一句对白 但却感人知智 这是一部由一位年仅二十岁的 埃及青年人所拍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善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种品德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 善良的人是最美丽的 微电影开始时 出现一个很穷的孩子 脚上穿了一双很破旧的拖鞋 而其中一只拖鞋上 那根绳子突然断了 那是一只人字拖鞋 绳子断开了 就根本没办法再用来走路 孩子用尽各种方法 修理拖鞋 也不能成功 只得很泄气地坐在路边 此时 眼前走过一对父子 从衣着上看出 应是家境富裕的 儿子穿戴整齐 尤其亮眼的是脚上的一双新皮鞋 漆黑发亮 儿子也格外珍惜和喜欢自己的皮鞋 他一边走 一边用纸巾 在擦皮鞋上 沾了的泥土 甚至在等火车的时候 也在擦自己的皮鞋 要令皮鞋保持光亮如星 火车缓缓使进月台 坐车的人群 都争先恐后地上车 父亲也不断地催促儿子 赶快上车 怎知道在慌乱中 儿子不慎甩掉了一只皮鞋 眼看着火车要开动了 父孩子心急如焚 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穷孩子 他马上赶来 捡起那只掉下的皮鞋 飞跑地去追火车 用尽全身的力气去追 车上的孩子也站在火车门边 尝试伸手去接自己的皮鞋 可是火车越开越快 穷孩子始终追不上 无计可施下 他用尽全身力气 试图把这只皮鞋扔给火车上的富孩子 可惜 人扔不中 一只皮鞋孤单地掉在月台上 镜头一转 只见车上的富孩子 马上脱下自己脚上另一只皮鞋 扔向月台 然后微笑着向穷孩子挥手 说再见 穷孩子得到了一双提鞋 他手捧着鞋子 脸上露出了笑容 也举起手 和车上的孩子道别 这部为电影 尽管没有一句对白 却像电影结尾所写 当善良遇到善良 就会开出世界上最美好的花朵 善良是我们学佛的主要基础 我们要学习四无量心 慈悲喜舍 当笔者看到这部为电影时 感觉到完全呈现了 慈悲喜舍的情境 令我非常震撼和感动 其实要做到 HH第三世多结羌佛的教导 就是这般容易 问题是 我们是否愿意去实行 实践 落实地把它做好 感恩今生 能有幸遇到正法 佛法难求 经已求 再不能迟疑了 声明 以上内容为笔者个人理解 及感想分享 仅供参考 一切法意 当以南谋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之法音为准 笔者 悦儿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